弘岳志说他在买豆 种两个星期 这样有种种? 这个买豆 反正种种种 当然你这个乌萨种 一种因为蜜蜜 那么他也有一个蜜蜜的地方 绿绿的 蜜蜜蜜有一点 这个铁铁铁铁铁 那么一种就是说 那个蜜蜜很均匀的 那么这种症状呢 通常如果是在核架核 这个呢 比如说它出现 如果是在核架核 就是这个缺媒 但是你这不是在核架核 对吧 你核架核好的 丁面核 这个核架核 所以这有点 这种微氧元素缺乏的症状 那么这种症状 尤其在核架核又不不不不 所以通常我们会去 去判断 你这有可能缺一点点木 核架核 你看那个核架核架 啊 核架绿色的核架核架核架 叶肉里面 一种的痘瘤痘 痘瘤痘对这个木呢 很重的哦 它木 这个微氧元素木 这个金字棒 金字棒 还有一个木头 这个木呢 是它 化学里面在做这个固弹作用的时候 在固弹的时候呢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这个微氧元素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 对它来说很重要 所以这个有点缺木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有一点木 这种缺乏 那么这个有一个微氧元素缺乏 我们的芯哦 看起来柔柔的 一种红稍微柔柔 所以这个在芯业 所以这应该是含蒙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所以你这个木 跟蒙 有的说 那一定是 你把它補一点 我们有一个综合微氧元素 里面有木啦 木啦 木啦 铁啦 你稍微補一下 那么有什么的缺乏 这有可能是 投用呢 那么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会出现这种情形就是 第一 投用的偏减性 和金性 比如说你的投用 偏这个金性 那么就会对这个情形 出现这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水太多 因哦 不然我怕水 这水太多 你背地又均衡 所以 这个发料较近 发料较近哦 啊 已经哦 这个不上下 不说很均衡 所以这个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到 这部分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当然没有很正常哦 那么 嗯 稍微注意到这方面的 这个问题啦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那么 这种你都要小心哦 那么 然后 我们政党啊 尤其在这种 一开始哦 一开始同常 我们要注意这个 蠻类哦 这种 这种 这种的 一会进行 要注意这个 芝麻 那么 他在行动的 这些当中 需要注意这个 蠻类 这个 为何他这样 这样 行动的 消费消费 那种QQ 要求 啊 虚子囤囤 哦 这种的 你就要注意哦 这个 这看起来是不理 这可能是这个 微量元素的这个问题 但是微量元素问题 我的推断 你这应该是水 比较多 就是水 可能 过多了 啊 如果不是水太多 就是这个 投用 比较偏 减性 比较偏 均性 那么 至于是对一种哦 这因为啊 哎 试试 看看 才会知道 那就先补 先补一点 你如果是 投用 比较偏 减性 比较偏 比较偏 均性 那么 我们在用 肥的时尊哦 啊 就是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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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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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冠减 就是说 那个 消泰蛋 尽量用 较少 就是这个 哎 在漏肥的时尊 稍注意一下 就是说 不要 黑白漏 漏 漏 这有的人 啊 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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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问 有什么 漏 漏 人家 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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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一定 所以这看起来 应该 我在推断 就是大概是 我个人的 不知道 对不对 我不知道 可能是这个 是水的问题 比较大 因为土壤的这种 因为你这 如果是 比较 比较 他就 他的 应该是 土壤的 较严重 你这 看不出来 有这种 缺帖 那个 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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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我们 现在 很多 就是说 我们 种 很多 以前 因为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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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土壤 土壤 所以 很多 有的在 种 以前 一伙 都会种 两三 粘 就是 点 点 就是 他们 土壤 走 跪 所以 他 要有做 拌 多 几个粒 所以 很多 有时候就是 一磅 一磅 会种 三 点 三粒 点 三粒 可能会流 两粒 例如说 如果 起来三粒 都有 法 他会去 跟基隆 一个 丢 丢 丢 两粒 这样 现在 现在 在种 没 那 会 会 更加 因为 现在 都 F1 那 刀子 刀子 所以 通常 我们的 育苗 这个 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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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豆這種的其中一種 就是說比較病的這種 我們就叫做賣豆 生做賣賣 那麼這個 社長不要急著施肥 他稍微丹丹不要緊 他稍微丹丹不要緊 那麼我們通常是這樣 所以你在種的時候 稍稍知道一下 那麼很多有的人都說 這個豆子很重貴 其實豆子 豆子中肥是比較後面 但是他 生長時很怕水 其實 因為 他體質如果比較涼 這個水就比較沒什麼影響就比較小 對吧 所以就比較沒什麼要緊 不然是這個 他都一路都很怕水 這個水太多他倒不掉 就像你的眼睛 這點我們要小心 所以你水分的這個管理要 很小日大概在管理上 我們在營養的時候 其實種豆子有一個 我們很多好朋友 就是說在開花 尤其他大量在開花的時候 現在這種賣豆有一種 一種 一種會爬頂的 一種是扮愛生的 就是說 他沒有很爬頂的 他比較多 愛生的這種這種菜豆 他在開花比較激動 所以他在開花的時候 一旦火比較多 你把它擲一種 這個 煞其多 那豆子的 比較三量的 比較高 這大概是 你可以這樣來配合 目前看起來就是你要注意這個水分 甚至流浪太多 水太多 所以出現這個微量元素 就是缺乏這個情形 那麼你也可以利用 並說你如果是比較黏 這個比較不會打水 你用一點 伊根薄 你幫他做一下 這個處理 這個問題 大概就是一個半斤 你不會一個這個流 但如果是 有之前都水都不乾 感覺像這個已經有夠營 夠營 實在是要先用 也要用 那個 深藻樹 讓它的金 它的金可以正常的活躍 你起來 它會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長得好一點點 這樣 這是剛才想要表達的一個 這個 意思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提供給我們聽眾朋友 稍作姐姐了解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形